客文哲被羁押快一个月 这段时间检方频频借题再押被告 今天还指挥了廉政署约谈超过10名被告证人 详细情况连信给记者赵一杰 一杰 好 主观众 带来关心金华城弊案 今天下午的最新进度 就是台北地检署再次指挥了廉政署 要来约谈10名的被告还有证人 但是这一部约谈名单有谁呢 目前他们人都还在廉政署里面 虽然还没有办法确定有谁 但是知道的是针对金华城弊案 检方他们再次来出手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客文哲 他从9月5号被羁押 每次羁押的期限是两个月 所以必须在11月5号之前 检方要来找到新的治证 包含新的证词 要来巩固客文哲是否涉嫌图利 同时更重要的是客文哲是否有收惠 那么今天大家都在讲说 到底是约谈谁 有没有可能是客文哲的夫人陈佩琪呢 因为事实上陈佩琪 她今天是从台北的联合医院来退休 那这个目前呢 目前的状况是已经排除了 那当然另外还有之前的 前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 有没有可能约谈她呢 那么事实上黄珊珊呢 她日前到美国进行一些党务的作业 她人呢现在还在飞机上 所以目前呢可以知道的是 有可能约谈的对象 就是跟威京集团有关的相关业者 主要就是要来厘清金流行贿的这一块 而事实上呢 全案目前整个金华城闭案 总共有11名被告 约谈的证人也已经超过40位了 现在简连就是要继续来追出 究竟柯文哲在整个金华城涉滩案中呢 他扮演的关键角色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他有没有涉嫌收惠 以上像掌握到这一消息 再把镜头交还捧内 再把镜头交还捧内